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涉嫌参与一宗发生在2019年8月31日 在湾仔区及中环区未经批准的集结 违反香港法例第245章公安条例第17条 而其中一名72岁的本地男子 亦涉嫌在2017年6月4日 一宗发生在广岛东区的刑事恐吓案件 违反香港法例第200章第24条 现在三日分备落案将会在本年5月5日 在东区法院认识 我的简报是去到这里 当日他发生的事情是违反了法例的要求 所以今天是逮捕的 那他是不是逮捕了些什么呢 那是一个未经批准的集结 警方在完成调查之后就会进行拘捕 那是没有你刚才所说的考虑的 应该是在对了 对了 那么绝对我会进行拘捕 因为我们的解释 至少是有限的 可以在做这一步的解释 想体重力 或者解释